风云骤变 重重叠叠的帷幕后 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 千禧家国天下 是谁花言失色 红墙金瓦 鸡谋算尽 是谁仰天长叹 这里是皇家禁院 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中国清朝时 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 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 来为乾隆皇帝 补助八十大寿 这是历史上 中英两国间的 第一次正式接触 原本应该是一次 愉快的会面 却矛盾不断 乾隆皇帝甚至还给 外国使节留下了 小气的印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1793年的一天 成格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 为乾隆皇帝 补助八十大寿的英国使团 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 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 这座豪华气派的皇家园林 就被园中的美景所深深吸引 就在使节们目不暇接的时候 传来了一个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消息 按照清朝规定 外国使节觐见 必须向中国皇帝 行三跪九寇之礼 这不免让英国使节感到诧异 自己不是清朝藩属国的使臣 为何要向清朝皇帝 行如此大礼 马嘎尔尼断然拒绝道 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 但不是下跪磕头 而是脱帽鞠躬 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文听此话 一时没了主意 一时八十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 气得拍案而起 勃然大怒道 他们这样妄自尊大 我很不高兴 想这样无知的人 也不值得忧待 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 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禁建 又多次下达遇旨 表示愤慨 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 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 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 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 借带领英国使团游庄的机会 向英国人劝说道 觐见皇帝的事 我自会再行安排 但这次觐见礼遗万不能省去 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 听了和珅的话后 马嘎尔女也反思 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 时间越长 与皇帝的积怨越深 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 实在得不偿失 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 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 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 行英式丹西下跪之礼 和珅听后点了点头 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 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 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 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 但在觐见时 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 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 英国人说 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建英王的礼节 单膝跪地 未曾叩头 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 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三跪九寇之礼 值得一提的是 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 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然而 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 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 而是选在成德避暑山庄万数园呢 避暑山庄位于中国河北成德 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 万数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 建于乾隆初年 此地因绿草如荫 古墓葱裕而得名 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国务院的 万数园次验图 是描绘乾隆在万数园 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 画面真实在现了万数园内 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 三车陵的盛大场面 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数园接见 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 而乾隆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 每年都在万数园举行庆祝活动 英国使团是已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 因此乾隆选择在万数园接见使团 也是理所当然 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 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 他们认为 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 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见的奇珍异宝 然而 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乾隆皇帝回赠的 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 很快 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 要赐宴接见的消息 到了晚上 使节们换上了接待官员送来的服饰 向着皇帝所在的蒙古包出发了 沿途特使马嘎尔尼 看到一座座的蒙古包装饰得十分华丽 感叹不已 避暑山庄万数园的蒙古包 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 皇帝所在的蒙古包称为玉卧 象征着金鸾宝殿 处于正中央的位置 其他蒙古包位于它的四周 呈众星捧月之事 以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 马嘎尔尼等人依照传唤来到了玉卧之内 按照事先规定 使节们向乾隆皇帝行论礼 并将英王的礼物清单与国书双手递上 而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却是看也不看就转给了身边侍从 继而开口说道 今日赶逢朕寿喜之日 诸位时节不远万里前来 当已重礼回馈 说着让侍从把回赠的礼物 端到了使节们面前 使节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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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向中国炫耀其科技和武力 在使节的眼中 乾隆皇帝所赠的礼物 无法与他们带来的礼物相比 乾隆皇帝只回赠了一些 没有多大价值的石头 在英国使节们的眼里 这位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 透着些小气 据说在觐见当天 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让使节们始料未及 这会是什么事呢 就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 乾隆皇帝却不经意看到 使团成员中有画师在一旁作画 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是乾隆让人要来画师的画作 看了一下 这名西方画师 极其用心地描绘的 正是英国使团觐见现场的盛大场景 乾隆皇帝在宁市画作片刻之后 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 他在画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原来乾隆皇帝在画中看到 所有的英国使团的人 都被画师勾勒得身材高大 魁梧彪悍 而他这位九五之尊的皇帝 却被描绘得容颜衰老 瘦小枯干 乾隆皇帝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 他指着画板 愤愤地说道 此画为何画得如此怪异 简隆言不悦 官员们慌了 在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 赶紧与特使马嘎尔尼进一步沟通 要求画师重新再画 这次要将皇帝画得比使节们的身材 还要高大 画师正不知如何是好 乾隆皇帝下指 在中国画的传统中 帝王是一定要高大的 使节怎能大过皇帝 此乃有失礼法 在场的官员们都已听出 皇帝已经动怒 于是要求画师 严格依照皇帝的要求来做 惊慌失措的画师 只得从命 重新铺上画纸 提笔作画 这件事流传很广 但在西方人的记录里 却说英国使团的随形画师 并没有根据避暑山庄 参加禁建活动 那么在禁建现场 作画的人是谁呢 他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 此次访华 并不单是为乾隆皇帝祝寿 更重要的目的是 想借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马嘎尔尼两次提到 英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 乾隆皇帝听后都不太高兴 继而晚辞拒绝 英国使团无奈 只得离开避暑山庄 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